大家好 我是五仔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留意台灣的娛樂圈 之前有一件事很厲害的 大S離婚 這次我們講一個故事叫做什麼呢 臭坑出臭草 我不是講大S 我講他的前夫汪小飛和他的老母 兩個都是按摩的 笑到爆炸這件事我看到就 這麼噁心的男人也有 我真的要拿出來說一下 現在台灣娛樂圈最爆炸這件事 請大家給個Like支持我們 不斷跟大家講娛樂新聞 沒有的 真的我覺得看完之後很有感覺 為什麼呢 連燈人家都笑你了 這麼差的一個男人 拿一張單出來列出來 我花了多少錢在你們身上 然後大S一句說話 真是KO你全家 他老母也是瘋的 汪小飛的老母 挖了別人的妹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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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說小S 踩在你姐姐頭上的小丑 你老母 你也是垃圾 真的生了這麼低能仔 雖然他們不懂聽我的廣東話 可是他們真的很uncle 你知道嗎 他媽的屌子 生了這個uncle 你真是白癡 發生什麼事 你打了汪小飛 在Google上 汪小飛不爽付錢 大S是家人 連電費水費都拿出來 跟銀計那些最噁心的男人 我告訴你 現在指給你看 好像有兩個臭錢 大Q了 噁心 汪小飛在微博上 這些就是現世 告訴全世界人 好像自己對 我們最喜歡看這些 看這些人怎麼在這裡 噁心給你看 他說 這是正式的 我過去一年 回到孩子 這個家 所付出的費用 是作為一個男人 他們結婚 我他媽都不想再給這個家裡的電費 私資 私資 阿易 我在開工資 孩子的錢 學費 生活 一分美小 另外 我的共同撫養 已經說不下去了 就是說他什麼錢都是我付的 我現在告訴你 那些錢我都不想再給了 他們沒有權力去阻止我看孩子 即是見兒子 我這件事我不知道 那你就談 談而已 什麼時候談 一個星期幾次 怎樣見兒子 你們要談 你這麼噁心 你對著外面也這麼噁心 你說你對著沒有人看到 這個男人有多好看 這個男人 他列了一些費用 我待會再告訴你們 大S 我只是說頭一句 你真的吃得屎 大S一句修理皮 他說我認識汪小菲第一秒到現在 我從來沒有傷害過他身心 你明白嗎 大S的聲明稿 我認識你這麼久 我有沒有說過你什麼 你說完了 你贏了 一個男人都拿了奪文 電費都拿出來說 你走開吧 很噁心 電費 水費 你知不知道什麼 公屋的人離婚也沒那麼噁心 億萬富翁 這個男人搞不得了 他媽媽也是憤怒的 就生了這些低能仔 對不對 他媽媽現在出來全面開戰 還要罵大S的老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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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要罵大S的小丑 你們 你們兩個就是小丑 傻婆生傻仔 那汪小飛列什麼單出來 你說你就說 列一張單出來 核突 還複本 汪小飛家用開支 在哪裡的租金 列出來 多少萬 司機 請了司機 連加班費 兩萬多元 然後買戶口入帳 備用錢 家用 在瑞士的租金 註冊費用 子女的學費 這些人怎麼這麼噁心 連家裡的社區管理費 管理費都拿出來 這是公眾人物 你有沒有見過人這麼噁心 就算沒有人認識 也不是這樣 整張單都列出來 還有電費 電費台幣 一萬六千七百三十四 這麼大的房子 除了四都要幾千元 我這麼小的房子 也有一千元電費 列出來之後 是不是人們會覺得你付出了很多 小小的時候 這些人沒什麼受過挫折 為什麼你真的得錢的垃圾 貧窮得只得錢 窮得得錢的垃圾 他說除小姐備用金 那些錢列列列列列列出來 房租、房貸、貸款 然後列列列列列列 我用了多少錢在你身上 在你家人身上用了多少錢 合計 四千萬 零四十九萬 新台幣 他網友的回應就是 屌你老鼠什麼都放上網 哈哈哈哈 就是他做完這些傻子之後 網民的回應 放得上網也打算公審別人 我在你身上用多少錢 走開吧 阿叔 是不是 接著 有人說 好心 找個會計做數 家用 家用完又家用 你懂不懂 找個Excel做 看到人眼睛 列出來有重複 公眾人物 Excel做得好一點 才扔出去 現在別人說他書 又沒有讀過 不懂 又不懂計數 那個人又少家 結婚 他說什麼 養女兒 怎麼說 你離婚就養前妻 養自己的子女 有什麼問題 好笑 唉 這個人 他說也不是你老婆 是前妻 那些女人 很多在網上罵他 那些女人 他說 汪小飛 你睡過多少女人 那些新聞都報出來了 你自己分內出軌 你明白嗎 被人拍了你多少女兒 你算不算下去 你包你的女人 一個月花了多少百萬 分內出軌多少次 你有沒有面子 究竟還拿這些東西出來 跟前妻計算 他說保母費 電費 是前妻跟你現任老公 在那裡用 憑什麼要前夫交錢 有人這樣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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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知道 這些不清楚 不過我覺得他很噁心 有錢人 好了 這次大S就贏了 為什麼 他發聲明 聲明稿 大S說的 當時人 徐希緩 聲明如今 從認識汪小飛第一秒至今 從來沒有傷害過他的身心 對於汪爸爸和張蘭女士 有發自內心的尊敬 這些是好公關 別人罵你 我不是的 我從來沒有做過這些事情 真的一隻手掌拍不響 噁心是罵人那一方 他說離婚原因 我也是為小飛和他父母著想 主動提出雙方圓盡 好來好去 好聚好散 作為離婚理由 保證此生不出惡言 我說得出做得到 你贏不贏 但一時 他真的沒有說 到現在這一刻 他都沒有出過惡言 對於孩子的監護權 本人從來沒有想過單獨監護 共同監護 種種皆由 小飛和雙方同意 據法律效力 法院調解書為證 我一概進從 孩子都期待 明天終於見到爸爸 也希望汪小飛 不要阻止我 封鎖我 導致我不可以第一時間 提醒他不要在情緒性發言 發神經 情緒性發言 說得幾文咒咒 很抱歉 給大家帶來負能量 願就此停止糾紛 祝願麻綠記生意興隆 這個是大S的回應 當事人徐希緩 自此遵守雙方調解內容 好聚好散以保護小孩 不曾於媒體負面發言 也向來祝福汪先生 所有媒體報道 並非其所願 請本於孩子的最佳利益 就此停止分生 所有媒體報道 即是說你外面滾女人那些 都不是你想被人見到的 人家幾個包容你 賤男人 他媽媽說什麼 他媽媽說什麼 他媽媽說 罵大S的媽媽 還罵你妹妹 只是小丑 這樣 剛才我第一句告訴你 那個主子 臭坑出臭草 哈哈哈哈 還不是? 他媽媽在網上幫拖 他現在怎樣? 罵人家媽媽 徐媽媽 我夠給你一家留面子 明是誰救回來 我母親怎樣對你們 不罵你我都不答應 我再逼逼再逼逼把你家 這點惡心事而說出來好媽 又說小S 尤其是你的小女兒 他跳出來搞搞震 跳出來寬 他是踩著他姐姐腦袋的小丑 這樣 說別人 你想想 多無人 這些是 為何會教這些兒子出來 完全是 不顧公眾人物的形象 壞男人是否有相看 看他的相不太差 其實我覺得 他是有一種情意結 令到他是這樣的 因為這樣說 事源 大S現在和她的新老公 又真的愛得甜蜜 跟光頭華一樣 真的好像叫光頭華 另外一篇報道 暗轟光頭華 巨尊華 廢柴 說他窩囊 他都罵暈了 大S身邊的人 廣東話 要人家一句 要人家 每個人都是垃圾 廢柴 佛家有魂 你看到人專罰就專罰 你是劈屎 看人家就劈屎 這麼簡單 這件事 他本身 這個汪小菲的情意結 他是沒有辦法脫離 他是很慘的 在男人的角度 他媽媽跟了他後腹 他的樣子 和大S現在的老公 差不幾 四眼光頭 他一輩子 就被四眼光頭搶走他身邊的女人 他就瘋了 汪小菲 你看照片 發神經也有得看 眉為心性 眼為心腔 眉是控制一個人的思路 有些人沒有眉毛 極惡之人 容易控制不到自己 你看汪小菲的眉 一邊是正常的 一邊是暖的 花的 其實他有做人正常的一面 不過有時候真的控制不到自己 瘋起來 就是這樣 獻世 唉 我講到 這件事 就是看到人吃光花生 連登仔 就算平時不太理會這些事情 直接說他 你真是空心老官 有錢人怎麼會這樣和人計錢 你說 四千多萬 台幣 你老婆大明星 曾經 前妻大明星 都應該 是不是這樣說 但是有些人覺得 他覺得 他覺得是不值得 他覺得有些錢用的是你和你的新老公用 都要的了 燈油火辣 誰叫你搞壞了個檔灘嗎 那些錢你要埋單 對不對 有些人說 你不適合結婚的人 就不要結婚了 好心 他講到一個點 你根本都不適合結婚 你玩女人就算了 你又不是 你又要抱著 我又要愛戴 我外面又要很多女人 你不行的 你外面有很多女人都不要緊 其實多女人都不要緊 有些男人是 多女人都很喜歡他 多女人得來他 他控制不了自己的情緒 他是不斷膨脹 你大S台灣人 你走去大陸 又在微博發神經 又說什麼 增加兩岸的仇恨 他不是一次半次 元朗新鮮元朗金 沒有大S在她身邊也是這樣 罵人家吵架 人們說就是自己出軌在先 他說大S自己也有錢 這些燈油火 你不出就別給他 對不對 他帶子女那些賬讓費 你自己買一屋房子的貸款 你自己出回 難道大S幫你河托找大樓嗎 那時候你們也協議過 哪桶去買什麼 你灯油火纳都列出来 你不喜欢就别给了 给什么呢 大一时也不会跟你计较 那一千多百 刚才说了多少钱 四千元电费 我给你了 汪小飞 你拿个账户来 我给你了 真是你肉酸 或者那些网友 课金 有人课一元给他 是不是 这些人很噁心 所以我特意说 这宗新闻怎么也要拿出来说 这么个人 他说大一时 自从和光头华结婚之后 有人这么说 汪小飞因为没有按照离婚协议 每个月就给大S生活费 他说至今原来 已经再撑大S超过五百万 大S就向台北法院 就是声请强制执行 他说其实可以将汪小飞的资产查封 就是凍结他的资产 如果人家做绝一点 知道吗 不过有人说 他懂得台湾的法律 如果正常再分后 善养费 其实基本上也不用付 又或者台湾法律也不一样 究竟是还是不是呢 这个是他们台湾人才知道 但我看到这些新闻 我觉得很噁心 做人 看到这些是板 人板 我们不要和人计较 钱是新外物 搞到自己的桌子臭了 以后真的 你说人家的妹妹是小丑 谁是小丑 你自己看 有个小字就是小丑 小S 不是 小飞 好了 今天新闻讲到这里 这件事很白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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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